- 敗我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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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 我是Ruby - 嗨 我是葉子 - 今天我們算是終於我們的 - 就是基本的陣容回來 - 應該說原班人吧 - 總算湊齊啦 - 好 我們鏡頭帶到我們右邊 - 歡迎我們小象回來 -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 我們小象 - 去了三個禮 - 應該說出國兩個禮拜 - 出了個兩個禮拜 - 然後有一天是因為有事情沒有來 - 所以總共三集沒出現 - 就直接從日本東京電玩展 - 然後直接去美國 - 對 只是去美國 - 舊金山嘛 對不對 - 我們等一下再聽小象他去舊金山 - 他有什麼特別的經歷啊 - 好啊 - 那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的阿B - 哈囉 大家晚安 - 那阿B最近練功練得怎麼樣 - OK啦 OK啦 - OK啦 你確定嗎 - 我有 - 我覺得你有想爆料的感覺啊 - 我想挖 - 因為他這個人 - 這兩天臉書又PO說那個什麼 - 他的那個褲子瓜都穿不下有沒有 - 好吃很多 - 很誇張的真的是 - 被養肥了是不是 - 還吃好肉 - 太幸福了 - 太幸福了 - 我懂 - 我覺得體重機有點問題阿 - 沒有 這個你有你上禮拜用過了 - 這個禮拜要換你第一次 - 因為一直有問題阿 - 我沒有換新的阿 - 你要去IKEA買個幾百塊的也有好不好 - 對啊 - 我覺得算算算 - 心裡有問題阿 - 心裡有問題阿 - 心裡有問題 - 我覺得是怪怪的阿 - 好啦 我們就不追究那麼多 - 因為我一直很期待說我們今天這一集一開始 - 因為我們節目做的是幾集 - 總算 - 總算有粉絲送禮物來 - 總算有喔 - 講得有點可憐的感覺 - 有什麼禮物 - 因為我關注MyCafe比較久 - 大概看了快一年的時間 - 他們就是因為大家都會有粉絲寄禮物來 - 給各個主持人 - 大概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就 - 一直會有人寄來賣咖啡這樣子 - 然後他們可能光拆個禮物就可以拆很久這樣子 - 喔 這麼厲害 - 欸 然後 - 我想說 - 我好不容易 - 也可以來禮拜五組織節目有沒有 - 會不會有這個機會收到禮物咧 - 結果等了三個多月 - 怎麼都沒有 - 你以為這麼容易 - 你想那麼容易 - 總算總算 - 總算有粉絲寄來 - 因為其實是什麼納豆之類的阿 - 納豆 - 明太子阿 - 為什麼是那種 - 如果那麼久應該就不能吃了有沒有 - 還好他不是吃的阿 - 所以我先 - 因為我先看 - 耶 - 可是是 - 是吃的 - 因為這個是 - 我們那個時候不是麥卡貝有送月明 - 喔 - 它就是送這一家的阿 - 那它用這個袋子裝 - 然後是上禮拜 - 我代搬那個禮拜一的節目電玩包包的時候 - 那那個工作人員拿給我 - 因為它上面是署名寫 - 我先拿出來 - 署名寫你是不是 - 給拜我怕猴戲的嗎 - 因為他 - 現在我們來進行禮物拆拆時間 - 他怎麼可以這麼爽 - 原來我們真的禮拜五的節目也有 - 他等了三個月終於等到了阿 - 他想說為什麼我們其他都 - 都禮拜五沒有 - 我看不下去 - 你們這些 - 你們很早就出名了 -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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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 你知道你今天的感覺 - 就很像那種打開櫃子 - 情人節打開櫃子 - 喔 有巧克力 - 天啊我等了三年終於有巧克力 - 你知道嗎 - 就是三十年第一次拿巧克力 - 真的 - 超像那種感覺 - 可是打開還是義理巧克力 - 義理巧克力也好 - 義理巧克力也好 - 署名是給盧比阿 - 喔真的喔 - 粉絲名字遮一下 - 把它照一下沒有寫錯阿 - 粉絲名字遮一下 - 沒有搞錯阿 - 上面是寫署名給盧比阿 - 所以我才拿回家 - 這一段就不用 - 這一段就可以剪掉啦 - 這一段就不用啦 - 沒禮貌 - 我今天是 - 今天是給我個人的 - 我就不會帶來節目菜 - 確定裡面的東西是可以給大家看的嗎 - 我就說我一開始以為是給我的 - 所以我就馬上拆開了 - 結果大家來發現不是 - 就不是給他 - 對對對對 - 非常的尷尬 - 所以我們都有是不是 - 我們都有 - 他有高興的一場有沒有 - 然後這傢伙我滿心歡喜的樣打開 - 也是我的腦袋 - 粉絲就給大家都有 - 四分 - 好啦 也不錯啦 - 就算是我們節目第一次有 - 會做 - 我們這位粉絲他也非常的有信任 - 他有寫卡片 - 那我們就請那個葉子來 - 我相信大家不喜歡大男念卡片的聲音 - 大家比較喜歡聽甜美的 - 唉唷 可是他上面寫的是你的名字啊 - 沒有沒有沒有 - 他後面背注了好多的 - 哈哈哈哈 - 也見嘴 - 喔 - 什麼 - 突如比小巷RBS - 是不是 - 還好啊 - 我還第一個啦 - 對不對 - 我是拜為派猴系的觀眾 - 雖然是從今年暑假才開始關注櫃節目 - 但也是那個時候開始 - 對 - 我們也是八月底吧 - 差不多 - 然後逐漸對我們的格鬥遊戲啊 - 有更加了解 - 也漸漸找回以前對於格鬥遊戲的熱情 - 然後這是在買東西的時候看到的 - 但說明書也寫 - 也寫 - 也寫 - 也寫地方不太清楚 - 但說明書也寫地方不太清楚 - 有啦有啦有些啦 - 它寫錯了 - 虛多家主義希望你們會喜歡 - 啊 - 說明書有些地方不太清楚 - 虛多家主義 - 打開會有說明書啦 - 觀眾是誰 - 說明書是吧 - 漁夫帽男 - 來給大家看 - 漁夫帽男 - 為什麼 - 還真的不 - 一口同聲 - 沒聽過 - 我還以為你們認識欸 - 對啊 我想說A是這樣 - 我在想說 - 是我們認識 - 我們在想那個畫面你知道嗎 - 漁夫帽男 - 戴著一個漁夫帽 - 我給觀眾看一下喔 - 帽子的帽 - 這個是... - 積木啦 - 你看 - 這是快打去夢的龍 - 看得出來嗎 - 看得出來 - 穿過去穿過去 - 喔 這個是穿熱膏嗎 - 所以那個 - 應該不是熱膏 - 地攤 地攤很多 - 然後這個是 - 油膏裂 - 油膏裂 - 油膏裂 - 然後這個是 - 這個是肯啊 - 肯是吧 - 所以它有四隻吧 - 對總共四隻 - 剛好四隻就對了 - 對都不一樣 - 阿黎谷 - 呃 這個是阿黎谷 - 野狗 - 這要選誰啊 - 抽尾 - 那隻是什麼啊 - 這要選誰啊 - 龍 - 這樣選誰啊 - 這個是優甲 - 那個女士優先好不好 - 我們女士優先選嘛 - 好 女士先選 - 好 女士優先選 - 對啊 對啊lection - 我喜歡龍 - 真的嗎 - 會鬱走走走走走 - 你確定你不要塔爾西嗎 - 為什麼要喝他 - 為什麼要喝他 - 我覺得 ranking 阿爾西會是最後一個剩下的有沒有 阿爾西會覺得女生會喜歡那個 阿爾西...還不錯阿 阿爾西還不錯阿 你猶豫了一下 我覺得RB可能會要阿雷顧我在想 你太了解我了 因為這三個看起來就是這個比較帥氣 看在努比...寫努比名字的分上我讓你先選 我選R3啦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會想要R3嘛 你還沒講 他應該蠻討厭阿三的他玩3啦 也還好啦 我遇到我連丙都打贏過了 真的喔 我在360有打贏過丙喔開玩笑 日本第一的阿三 開一個來看一下 喔他就是裡面說明書就是教你怎麼煮 所以是一開始是先一盤就閃閃的就對了 對對對他都是一顆一顆這樣子 還有自己組合樂趣就對了 我煮得起來嗎我有點懷疑欸 這算簡單了吧 對阿 這以我的聰明才智的話 真的假的 只要兩十分鐘就好了 應該需要... 應該需要... 還沒講完應該需要別人幫我 我可能一套連段沒打完就煮好了 這樣 我們下一次觀眾送這個來 我們就來有一趟來比 看誰舉比較快 這我應該... 我看...我看不懂 你照他順序來看吧 對啊 你看他就照這個 啊沒關係 這個可能要請禮拜三的那個喬老師有沒有 有一位那個... 禮拜三他們有一個來賓常常來賣咖啡 就是... 專門教人家煮鋼彈的 那個叫喬老師 那...他常常上禮拜三的節目 他...教人家煮鋼彈 就是大概在一趟的時間內就要煮得起來 這麼厲害 沒有全部的鋼彈啊 可能就是一個parts 或者是一個比較迷你型 我也可以啊 拆鋼彈啊 拆鋼彈 沒錯啊 沒錯啊 好啦我們謝謝漁夫貿男嘛 對 謝謝你 你的禮物我們都有收到啦 謝謝 謝謝 真的相當開心啦 當然 不是說一定要粉絲送禮物來給我們啦 就是你們固定來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那個... 常常分享我們的那個文章出去就可以 就是讓更多的觀眾一起來 好那個...今天放假的 YOLO表示 好 今天... 今天點放的 今天凍八的 點放的啊 太爽啦 送他頂夾髮啦 動不動就放 他...超級二段訊 然後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五就是看到他放假的 現在當兵不就是這樣子嗎 對啊 好上耶 好像是這樣 我無法接受啊 你看 我這個從金門回來的 三個月才能回來一次 算了啦 算了 年輕人嘛 年輕人就是這樣 年輕人是不是 好啦 還沒有哭到 那我們先請小向來聊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 你一開始是先去日本東京參加DGS 那... 因為是以這次身份比較不一樣 以往都是以職業選手 以及圓剛的身份去的 說到這個話就是... 比較特別... 我去... TGS其實有兩個工作 一個是比賽嘛 對 另外一個其實是我有幫Twitch上一些節目 喔 可能在節目上做做翻譯啊 因為RICO去 RICO有一個30分鐘的節目 對 然後我就是在那邊... 打哈哈嘛 所以我不會玩 還是可以幫他做個翻譯這樣子 可是我比較疑惑的是... 那... 因為Twitch那個轉播剛好我那個時候人在... 喔你還在看嗎 我在連Party 然後剛好我在開台 然後我就看到 你出現在Twitch的那個... 實況頻道上面嘛 對 我就把你的畫面拉過來我的實況 然後跟大家一起看 喔真的嗎 然後... 然後看說為什麼小向會出現在神魔 那個...不是神魔 那個... 喔... 喔... PND... PND... 喔那個... PND喔 喔...是這樣喔 那個...卡肥不要幹我 哈哈哈... 就是PND的那個... 因為我知道RICO 我知道有RICO的節目 但是我不知道你會在上面 嗯... 他們其實要我去 有一部分是... 希望借我... 去拉近RICO跟日本觀眾的距離 因為他畢竟... 在日本觀眾那邊... 知名度不高 雖然有玩帕子托拉的人 其實已經知道他是誰 應該都知道 但是... 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嗯... 所以我們可能是用這樣方式 喔... 對... 因為他... 我知道已經有一位神翻譯了 那個就是... 對... 因為我們禮拜二的時候 我有跟RICO見面 嗯... 就是待了班... 蘆丹當家的時候 我跟他見面 他就有提到說 已經有一個神翻譯在裡面 對對對... 我們在看日本比賽的時候 也常常看到他啊 他就是專門負責幫我們這些華人翻譯的 喔... 他很早以前在東區的時候就是翻譯了 喔... 那就是蠻有名的 對...還不錯啊 嗯... 第一次說他廣東話都會講 他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人 他香港人 我住過他家 在去日本的時候 喔...真的喔 對...有一年 我就是去日本比賽 後來我要走他叫我 他很希望... 因為我會玩KLF 他也會玩KLF 他就希望我在那邊多留一天 然後他人超好 他帶我去機場 開車到機場 改機票 然後那天 我就住他家 然後隔天他又載我去機場 坐飛機回來 他人超好 他對華人超級好 非常挺華人 就是那種愛國 心態那種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華人 在國外就是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情況 對...對... 像這種在國外待久的可能就會 所以可以看到 雖然不是說 一樣是香港人 可是台灣去香港一下子 嗯... 那... 所以... 你就是除了當翻譯之外 也算是拉近一點那個Veco跟觀眾去 對... 然後後來他們又臨時加了一段 就是你知道EG的Player EG的就是... 就是什麼... 那個... KBRE KBRE的... Choco 他們有一段就是把他們四個要... 讓他們介紹 結果因為我會講日文跟英文 所以... 莫名其妙叫我去播報 所以我就變成又在那邊播報了一場 那他們是在哪個攤位 他們一樣在Twitch 只是時間 不同天 喔... 播報 對... 就播報比賽 快打5嗎還是4 快打4 喔... 結果... 結果你知道他們叫我播報什麼嗎 MOMOCHI打Choco 然後說我跟... KBRE還有PR有播報 然後我負責要講日文 他們兩個要講英文 然後我還要把他們翻譯 又把他們英文翻成日文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 但是... 還好啦 就是還是順順利利的結束這樣子 然後回想好像還不來 因為我是外國人嘛 對日本人不會對我日本人 太過... 太過挑剔的情況 不會啦 我覺得日本人... 日本觀眾聽到你的日文 都會覺得很驚訝 對啊 就... 你當地的節目你也上過很多次 就上快打的部分的節目 上播比較多次 所以我可能覺得那個觀眾 如果是都是快打群眾的話 對我的包容度會比較高一點 喔...也是 對啦 因為展場其實說實在的 也是一個比較... 比較... B2... 應該說前面幾天是B2B嘛 對對對 後面的B2B 就是所謂的企業對企業 就是畢竟是B2B 這樣子 那... 所以小向這一次... 那我們就轉回來看參加比賽好了 嗯哼... 嗯哼... 就是說... 他是在... TGS要結束的前一天嘛 因為他結束單一天 禮拜天 八字星期日 對...禮拜天嘛 那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有看到表演賽了 對... 就是Inflation那些 對...我們三打三嘛 對...三打三表演 你是跟誰組隊 我是跟孟國奇還有Inflation 喔...對對對... 我想起來了 啊有打到最後嘛 對不對... 我們那隊贏啊 喔對啦...我有選 我們那邊2...2...直落2吧 喔... 把瘋貓隊幹掉嘛 對...把瘋貓隊... 瘋貓隊是誰 可是我一場都沒贏到耶 瘋貓隊有誰 欸好像... 瘋貓隊就是... 梅圓... Marco跟TOKIDO 對啊... 其實兩隊都很硬啦 對啊...其實兩隊... 真的都很硬 實力一攤開來就很平均 對對對... 那...就是... 你這邊有點像外來士 對啊...有種... 扣掉默... 我們這邊其實就是外來士 對...然後在打... 國外的 對啊... 但其實... 在打之前其實大部分人都說 應該是我們這隊外移 喔真的嗎 平均來講 喔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你是說...對面有一個拉低水準嗎 不是... 國外開拓這個 我們這樣講好了 比方說... 某某起打... 美元的勝率算高的 比較偏高對不對 對...稍微高一點 然後... Ivotation打... 其他兩個人勝率也偏高 我打...其他... 我打可能TOKIDO跟... 我可能打... 美元輸一點 但是TOKIDO可能差不多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打... 打MARGO可以勝率高一點 所以平均起來的話 我們應該是我們這隊勝率高 這倒數 就...就真的贏了 這倒數 對... 因為那個時候是在瘋貓的攤位 我會想說 哇...你們完全不給人家面子 哈哈... 這怎麼好給人家面子 人家瘋貓隊 然後在瘋貓攤位 格鬥遊戲就是靠拳頭 對... 是沒錯啦 總共放水吧 是沒錯啦 只要那個台子一上去 是沒有人在放水 對啊 不管關於是誰對不對 那... 所以... 一直到民眾參觀的最後一天 就是禮拜天 就是... 本番啦 對... 從... 算是64個人參加嘛 只有64個人參加 對... 然後... 你... 到那邊有沒有聽到說 他們那個... 日本討論區在比賽之前 已經... 吵得很嚴重了 就是關於這一次那個... 怎麼挑選手 抽圈 沒有啊... 就看過去成績啊 這已經一開始就有講了 真的嗎 在一開始報名成績就有講了 他只是寫叫抽選 抽選 他抽選聽起來好像是抽籤 其實不是 我一開始以為是Random的 沒有啦 他... 他要你列出你過去的成績啊 所以你... 所謂事先報名是指說 你有意願去參加 然後讓他去評選你 對... 所以你在報名的報名表上的時候 你就要先寫上 比方說 你在日本大台選... 大台的... BP分數 然後另外一個是寫 你最近參加比賽的成績 那難怪了 因為我後來看日本的討論區 我先不講有吵架那一塊 因為他們可能會吵這個公平性 就是說 因為可能有的人戰績差不多 那你要怎麼去做取捨 搞不好他剛好在第65 第66那邊被排除掉的話 那他們就會... 他們就列出了所有六四人 然後他們後面就是寫說 這個人為什麼會被選上的理由 他們有列出來 比如說他可能... 東京大台BP第一名之類的 對啊... 像AI的話就是EVO Top 8 他就把它選上 對啊... 通常都是這樣很容易被選上 對啊... 那這樣子也... 真的嗎... 他也被選上了 啊真的嗎... 對...他還好... 但是還是被選上 哦... 所以還會選手通常會被憂鬱一點 哦...對...他會被憂鬱 這倒是... 可以想像... 有可能是為了增加可看性吧 對...但是如果... 論實力的話就不是這樣 對啊... 那他畢竟還是一個... 算是商演活動嗎 但是他也沒上直播 因為你知道他是同時... 四台同時打 只有一台會上直播嘛 因為我們在看預賽的時候 其實蠻快的 對啊... 但這個東西沒被卡卡講太深 我覺得這個也很難說 因為每個大會的主辦者 有每個大會主辦者的想法跟難處 就跟我們當初辦鬥魂 對...所以... 簡單來講就是 不是一個能夠讓大家都滿意的比賽 但還可以啦 大家還算開心 現場還... 對啊...其實現場還不錯啊 只是我們看到... 我們大概都看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 然後突然現場一片騷動 然後就所有人全部都站起來 原本是他是在場底下 全人坐在地上 那個很簡單啦 就是那個... 擋他人家走路了 不是...對... TGS的那個人來說 你們不能坐著 因為太佔空間 因為你... 人一坐下去 你可能就... 對...佔空間太大 所以他叫全部人站起來 然後往前騎 對...就只是這樣子 喔... 想說你們怎麼突然一片騷動 對啊... 不知道狀況怎麼樣 因為... 我是同... 我那天... 因為剛好是Lamb Party最後一天 然後我也是拉你的畫面來實況這樣子 OK 對啊...就跟陪大家一起看比賽 那你不就是倒播嗎 呃... 呃... 我是沒有讓Mona知道啦 然後我大概... 我... 欸... 呃... 然後... 我一拉過來播 哇... 我頻道... 你確定...我... 我現在不想聽在你陪他 你看他... 你看他的衣服穿什麼 尊重那個字好不好 你看他的衣服穿什麼 他衣服... 我不是去拉別的平台了對不對 然後... 呃... 我們就看然後... 大家都很期待你上場嘛 對不對 那是一定的 然後我們看到你從... 你出破了之前 大概就是打了Nemo跟誰啊 你還記得 Kazinoko...Nemo... 小鹿 其實還蠻硬的 光要出著破 我其實最硬的是第二場就要打Kazinoko 我那場差點輸掉 但是... 我看他破我也覺得就是... 那個...你就是看我的最大 最硬的卡... 然後上面可是同一場出1我還爆了 他第一場就爆了 因為他輸給... 輸給小鹿嘛是不是 對他輸給小鹿 啊...小鹿是不是在敗布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 第一場還是第二場就... 就輸了 他第一場第二場還是就遇到小鹿 然後... 第二場吧我記得 第二場然後... 他原本要贏的 嗯... 那他一個連段 好像是下... 戰輕拳接戰重拳吧 嘿... 戰重拳要發氣過 然後戰重拳沒有連到嘛 然後小鹿直接要一個UEC半條件 直接再見 小鹿就是這樣子 小鹿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就覺得... 我那一瞬間就覺得... 啊... 玩了玩了 我就覺得我玩了玩了 你覺得那個... 算是... 那個時候你要出破最大的障礙 就是這樣子 最大的障礙應該是Hokido 再來就是Katsunoko Katsunoko那場其實也有一點危險 可是還好贏 可是那場沒有直播有點噁心 對啊... 印象中是在台下的啊 那我們看到小象出破之後 先遇到達西歐 還在達西歐之前 先遇到達西歐 對啊達西歐 就這一次TGS的冠軍 對對對 所以... 因為... 我們光看比數0比3 好像感覺數很慘 但是我回去有稍微看一下內容 大概就是覺得說 賽斯在把你弄倒地之後 你猜的都猜錯 對...其實猜錯的部分比較大 嗯...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打法跟... 噴噴有點不太一樣 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地方的選擇 其實... 可以做得更好沒有做 嗯... 那... 我比較看到一個 我比較在意的點就是說 他會習慣性的 利用賽斯的DASH有沒有 然後去抓一個 他從空中跳路 然後用那個 他空中可以J20K改變回道 對對對... 讓你沒有辦法對空 那個空差其實本身就是很強勢的東西 然後阿東的聖龍拳本來就不是持續時間很久的東西 應該說判定的部分沒有那麼好 對... 他持續時間太短 所以他只有上升的一段... 我的聖龍拳只有上升的一段時間 一小段時間有對空無敵的狀態 所以其實很容易被打掉 嗯...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留到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第二part 剛好角色教學生 嗯... 今天要介紹啊 對...我們可以講一下這些相關的東西 好... 那... 所以...後來輸給達西歐之後就進敗部嘛 嗯... 最後之後是再遇到蹦獎 對...再遇到蹦獎 那幾乎都是實況都有看到了 嗯...後面八強的一定都有了 應該就是每一場都有上直播這樣子 那... 跟蹦獎是...算是很... 中間打得很拉鋸嘛對不對 就是... 你一場... 他一場...你一場...他一場... 然後打到2比2 那... 最後那一個play 因為我們其實上禮拜有看... 那個...影片回放 那...最後那個play就是... 兩邊都大概剩不到100嘛對不對 那就是... 你在賭他...那個... 會不會三角跳進來 欸...應該是說... 他賭你...三角跳進來 沒有...三角地 對... 那...其實就是... 你是在測試他嗎 還是說... 你...那時候單純覺得說... 你... 因為我那時候看你的氣條是滿的 對... 其實應該說... 好...氣條是滿的 當然... 魔學... 我們雙方都知道 但是... 他一定會幫我... 他一定會跟我保持很遠距離 對... 那如果我想要走那麼遠的幸遇 去靠近他的話... 很有可能會吃到氣功 喔... 所以... 最好的情況是... 不要太過冒險 是... 對... 那還不如跟他賭... 賭三角踢啊... 我可以選擇... 直接踢進去跟... 跟用... 或踢到畫面中央的... 對... 騙他出生龍嘛 對... 那他... 我有騙個... 我有出兩... 兩三次是空的... 然後... 後來... 最後一次他就... 所以他就是猜到了 應該是說... 他其實有在... 就試著賭啦... 對... 他那也是賭了... 對... 因為... 再... 如果... 再讓你把距離拉近... 他就危險了... 對... 我們有影片嗎... 就上禮拜前就看過了... 喔... 就看過了... 對...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Youtube找一下... TGS的影片還滿好找的... 就在卡普空的官方頻道會有... 打暈之後的連段發生什麼事啊... 哈哈哈... 打暈之後喔... 那場我有靠... 就是... 你最後一個燈... 我知道... 你是先大幅領先... 沒有... 我剛好看一下... 就是說... 因為剛好那個... 暈倒之後... 一套連段... 是沙塔特專用的... 就是... 用空中加嘎... 接... 跳中角... 然後接... 原地跳中角... 在空中加嘎... 之後連段... 因為剛好那次是... 用後摔摔倒... 後摔... 摔倒之後的人物是... 左右是顛倒的... 所以我踢... 跳前跳踢他的時候... 我其實要算一個高度... 可是因為... 他人物顛倒的... 我要踢他... 我要踢那個... 剛好頭的高度... 我沒辦法...看不準... 所以... 所以才會踢失敗... 喔... 對... 所以就是... 加嘎完了之後... 那個連段沒有連到... 這樣子... 就是... 因為... 那個高度算不到... 所以你跳中角之後... 原地跳中角... 原地跳中角... 在空中加嘎的地方... 不會連段... 那是特定的高度才會有... 因為我用沙塔特... 我被YOLO... 打過很多次... 那是特定的高度才有... 對... 就是那個高度才有... YOLO... 聽到沒有... 被你打過很多次... 打到我都記起來那個連段... 那... 所以... 這次就算是... 以第幾名... 第七名做收... 算第五... 喔...第五的... 因為你是... 因為我在勝部... 對... 所以... 其實有沒有積分... 對你來講... 沒什麼差... 打好玩... 那... 所以最後是... 打SEO跟蹦將... 打冠亞軍... 你有感覺到說... 蹦將他很想贏... 嗯... 有吧... 但那個... 切骨眼其實會想贏... 嗯... 因為... 我的感覺啦... 就是他在推特上面... PO的那些... 給我的感覺是... 那個... 喔... 有影片嗎...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最後一個燈的影片... 看他贏了什麼... 比較... 沒有講到的地方... 喔...對... 欸...沒有... 這個是... 第三場... 喔...對... 這是... 喔...不是最後一個燈喔... 這不是最後一個燈... 欸... 這要看... 我要看很久吧... 對... 可能要一段時間... 對... 沒關係... 我們... 大概講一下重點就好了... 結果其實你一開始有... 你一開始對策是... 打賽... 就是很想... 就是... 把他逼到角落... 你其實就贏了... 我如果說得比較聰明一點... 其實是這一場... 我沒有打得非常... 我沒有打得非常硬... 嗯... 就是... 在測試他有沒有新的... 新的對策... 嗯... 對... 但目前來看其實他沒有太多... 新的對策... 對... 他還是... 就他... 原本的那個... 打法來打... 他唯一讓我看到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他會算... 我站中角最遠距離... SA... 然後只擋一下... 只吃一下... 第二下... 然後放開或前前進來打我... 喔... 他有在算這個... 以前比較少的... 你很難抓耶... 嗯... 不一定... 因為... 我有時候我不想站那麼前面... 喔... 站那麼前面其實會被他站中角... 或站中角踢到... 嗯... 對... 所以我... 我可以站在更安全的地方... 嗯... 不過還好是沒有... 可是我... 我如果知道他想要等那個的話... 其實... 也很好... 也很好對付他... 嗯... 喔... 這場好像是我... 也是快輸掉逆轉這樣子... 這邊... 對... 對... 我知道他如果想要等那個SA的話... 我就走前面一點踢就好了... 對... 對...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是... 心理戰的部分... 嗯... 我們... 好鬼王居然也在聊天室... 哈哈... 因為今天有他... 我們第三派有... 請... 一位很特別的來賓來... 那... 好鬼王說... 他很想要跟這位來賓... 見面這樣... 哈哈... 好... 這邊就是一個... 賭籃... 好...換邊... 好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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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我其實笑出來... 有... 我有看到... 我其實這時候我打... 我笑出來... 對... 好這邊... 其實這個時候就是氣勢很好... 對... 這個時候... 對... 就打暈了啊... 這時候其實... 然後你看這邊有一個後摔... 對... 其實我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 那邊是因為你在角度... 沒有... 是因為... 我需要跳那個... 我第一個跳中角... 我要算一個剛剛好高度... 不能夠踢太高... 也不能踢太低... 才可以... 後面才可以連段... 喔... 太耍帥了... 不耍那個帥... 應該一定... 對... 無所謂啦...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就是... 像這個... 像這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 其實我可以不用前跳... 我如果... 像我平常... 你平常都... 你平常都... 我絕對不會靠近他... 我只要有UC啊... 然後他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啊... 我一定是等UC... 逼他來找我... 但是... 其實剛剛第一下... 你起身之後那個... 下控權有中... 喔... 對... 那個時候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 沒有確認... 我有出... 我有轉... 但我沒有確認到... 因為我沒有確定... 打得到我其實沒有那個... 沒有想要出... 好... 這邊就是... 拉到一個距離了... 然後你的兩個資源都滿了... 對...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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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所以很可惜... 這次... 獲得第五名啦... 那... 除了這一場比賽... 因為這個是... 白金的... 比賽... 所以... 最後... 達西歐獲得... 達西歐獲得... 冠軍你有沒有很意外... 恩... 有一點意外... 其實我那個時候覺得... 應該... 那時候就看一看剩下的人... 我想應該贏我會拿... 對... 但是... 莫名其妙的... 也不是說莫名其妙啦... 就看一看... 欸... 達西歐就贏... 對... 可是我認為... Infiltration也是... 只是在測試... 我覺得他也是... 稍微在流... 因為他... TGS整場下來... 他就只開了... 鋼拳跟迪卡布里兩個角色... 恩... 跟他以往... 一個大賽... 可能可以開個... 五、六隻角色比起來... 算少了啦... 算少了... 就是他可能有幾個底牌... 他不想... 在這個時候用這樣子... 因為... TGS這個陣容... 有可能就是你在... 連迪卡布公盃... 看到的那幾個人... 都會走這樣子... 所以他... 我覺得他有場... 包括他在用... 鋼拳測那個... 崩獎的時候... 因為他... 原本他的鋼拳... 是打崩獎都會贏的... 他這很久以前的事了... 對... 就... 之前勝率很高啦... 就是... 可是後來改Ultra之後... 好像都... 兩個都沒有在... 遇到這樣子... 我認為... Ultra的版本... 其實... 鋼拳... 搞不好勝算更高... 因為EX... 龍捲角對空的性能變強了... 其實他要對付... 他打... 薩爾特... 很重要的一個點是因為... 薩爾特跳不進來... 因為EX對角對空很容易... 很容易中... 因為薩爾特大隻... 然後跳... 一踢完... 他就飛很遠了... 所以他要重新進來... 然後氣功又射不贏... 所以... 我覺得他可能是在測試... 新達... 某一些對策... 下一次再遇到... 蹦獎的時候... 可能就會更強了... 對... 好... 那... 因為這一次... TGS結束之後... 其實... 國外還有很多比賽... 可是... 因為剛好都沒有... 台灣選手去參加... 對... 我在節目上... 就比較沒有提到... 但是其實進行了不少... 包含白金的也有... 包含積分的也有... 那... 我們總結了一個... 那個... 最近的那個... 排名啦... 就是一個圖片...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 卡普空的積分排名... 最新的嗎... 對...最新的... 就是... 昨天抓了嘛... 對不對... 這個是... 17到32票... 嗯... 鋼哨蕾斯也在... 對... 我們先從17到32... 因為為什麼... 從前32開始... 是因為... 這一次... 那個年底的決賽... 是取32名... 對不對... 就是... 15個白金之格... 16個積分... 前16的積分... 然後再加上一個去年的冠軍... 那... 前32...為什麼會... 那為什麼要跳到前32... 因為我們剛剛說... 積分前16才有嘛... 對... 那... 其實... 前面... 就是... 32名前面... 裡面有... 一些已經有... 百金之格... 就是... 不算積分的人在裡面了... 所以... 我們從32名拉起來看... 會比較OK一點... 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從... Gant... 然後... Altiz... 也有... 那... 那個... Kia也有... 然後這些都是... 只有積分... 還沒有資格... 有資格的... 會看到... 像... 我們看到... 獎盃是不是... 對... 就是看到第19名那個... 獎盃是確定已經有了... 對... Fudo是... 上禮拜的... 科威特的比賽... 那... 拿到亞軍... 然後冠軍是... 賢... 賢因為已經有資格了... 所以... Fudo就地補... 對... 然後... 就是上禮拜在科威特... 非常特別喔... 在科威特辦的比賽... 好... 那... 沒有... RB沒有在... 目前還沒有在... 32名內... 因為他... RB現在幾分... RB現在幾分... 不知道啊... 6分吧... 不只啦... 不只啦... 7分... 不高啊... 好... 反正就是還有... 因為目前看起來... 呃... 剛好被遮住了啦... 所以... 32名左右大概就是... 你看那個... 分數92... 所以... 你要進去大概... 最保險就是... 至少要100分以上... 現在不行... 年中可能... 你要16強... 至少要到200多分... 年中可能看100多分... 給我機會... 因為後面還有好幾張比賽... 因為到年底... 其實又... 又加好幾張... 然後... 因為... 中間那段競爭太激烈了... 所以... 大家分數拼命往上爬... 到處跑... 就是... 我們... 在台灣看到那幾個... 我之前有算過... 我覺得... 喔... 現在不止... 我現在看那分數... 沒有150一定不會進去... 最少150... 200比較穩...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 1到16名的部分... 嗯... 好... 我們看到... 達西歐就是很明顯... 因為白金... 一場... 就216了... 所以他直接跳到... 從... 原本沒有分數跳到16名... 為什麼Luffy沒有... 喔...Luffy有啊... Luffy第五名... 可是他沒有... 喔...Luffy沒獎... 對... 因為他都... 你知道他這些分數怎麼來... 歐洲的小比賽... 然後都是... 都是Ranking的... 對... 然後他的對手... 永遠就是什麼... 然後... 然後... Problem X... 對... 永遠就是這些人... 所以怎麼打他就是冠軍... 對... 然後他冠軍了幾次啊... 三次還四次... 三次也四次有... 嗯... 所以他的分數就是目前... Ranking算是... 不要排名第一個... 就是扣掉那些白金子... 攝影機擋住了... 那個Pongo他有獎盃嗎? Pongo沒有... Pongo他也沒有拿冠軍... 他還都是積分的... Snega也沒有啊... 一棒槍也沒有... 欸... Kazunoko已經有了嘛... Kazunoko有... Dashio也有了... 通癖... 其實日本選手還是不少的... 對... 然後... 像通癖跟小孩... 還有Dashio... Nemo這些... 還有... Snake Eyes... 都是最近的比賽... 才拿到比較多分這樣子... 就是我們看到... 積分表又半復分了... 嗯... 都是最近的比賽... 才拿到比較多的分數... 可能拿了冠軍或亞軍之類的... 喔... 所以... 那其實前面就是... 幾乎都沒有變... 我大概從... EVO前後看... 前面的排名...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差不多是這樣子了... 對... 所以... 算是競爭越來越白熱化... 然後也趨明顯了... 就是... 你大概知道你會遇到哪些... 嗯... 對啊... 好... 畫面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 如果大家對於... 剛剛我們這樣講解... 如果還是看不懂的話... 歡迎來我的粉絲團... 私訊問我... 我叫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有點複雜... 沒有... 我覺得這慢慢大家看久... 就會了解... 對... 我們往後就是... 每個禮拜... 都看看我們節目... 就知道... 在講什麼... 對啊... 就是... 大家是去... 收看我們的節目... 這樣子... 因為我們... 現在幾乎差不多... 也是一、兩個禮拜... 就有一次比賽... 然後... 這個排行榜一定會在... 變動這樣子... 那我們除了... 持續關注... RB看看能不能... 那個分數... 趕快衝到前面還是外... 所以RB... 可能... 跟我前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前... 問你... 你的計畫... 可能又不太一樣... 就是你接下來的比賽... 有改嗎... 目前... 可能會鎖定白金的... 打... 就是... 因為目前看起來... 時間... 時間比較不夠了... 時間不允許... 再加上... 那個... Ranking的效率... 好像沒有... 之前... 看起來那麼高了... 因為以前... 之前是想說... 拿個128就可以了... 現在好像不太行... 對... 然後再加上... 你沒有... 足夠的積分的情況下... 你覺得去拚... 可是白金可能... 要評論... 對... 但是還是要選隊比賽... 這倒是真的... 因為我記得10月中... 日本又有一個... 那個白金... 就是... 一秋千幾啊... 對... 一秋千幾... 一秋千幾好像要比... 是大台喔... 大台喔... 是RK的... 這個... 所以我大概就不會想參加啦... 因為沒有... 這一次TGS是不是... 沒有錢... 沒有錢... 白金的沒有錢... 沒有錢... 是不是只有卡普空的... 錢... 日本的好像都是這樣... 是日本的關係... 國家... 嗯... 講好了... 就是說... 日本的法律規定是這樣... 不是... 日本法律規定是這樣... 如果你的比賽有收報名費... 你的比賽就不能有獎金... 除非你的比賽是免費參加的... 你才可以有獎金... 那... TGS因為門票是用賣的... 所有選手要進去... 其實是買門票進去... 所以原則上... 就不適用這一條... 所以... TGS那個比賽... 不能夠獎金... 對... 是這個原因... 所以一秋見起... 如果是免費報名的話... 會有獎金嗎... 我猜... 詳細的我會幫大家去看一下那個... 然後... 告訴大家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們光閒聊... 就聊了一段時間... 那其實... 這... 一個禮拜... 不能說這個禮拜... 應該說昨天啦... 卡普空就爆炸啦... 因為... 他們原本是預定要... 公布... 第13位... 那個... 快達5的角色... 然後... 那個... 那個日本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 叫發米通... 的網站... 不小心爆出了第14個... 每年都有啊... 就先爆了... 每年一定又有人出發了... 還好它是爆... 圖片... 不是爆影片... 爆影片的影響... 絕對比較大... 沒有...我覺得都有影響... 沒差了啦... 沒有...我覺得影片影響... 差不多啦... 都差不多啦... 我覺得啦... 因為... ONO... 就是我們那個... 快達製作人... 我們先看一下影片好了... 那個... 我們第13位角色... 好... 這大家期待很久啦... 想說... 這也不賣... 不賣關子點... 就直接出來了... 我為什麼從... 從腳往上照這樣... 都沒有... 就直接拍臉的... 然後日同去演的那個... 破壞王之後... 就從那個... 反派角色變成喜劇角色的... 這一次的... 早上的改蠻多的喔... 對... 他把那個... 一迴轉摔... 變成空摔的感覺... 對... 有一個空抓的... 對... 有一個空抓... 然後他的Vskill就爆了... 他這樣... 目前我剛剛看... 我裡面的招式都很帥耶... 對... 這個超... 這個超不合理的... 這超不合理的... 這超不合理的... 可是你看他身體在管... 而且U系變這樣而已耶... 沒有... 可是他比較多鏡頭... 是嗎... 對...他胖比較多鏡頭... 他其實是... 後橋... 後橋摔三次...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沒看到... 因為沒有... 影片有切... 有刻意把U系的... 鏡頭切掉一些... 對... 實際上他是有... 如果只有一次... 那就太爛了啦... 不可能... 可是也很帥啊... 不可能啦... 雖然說那個是很有魄力啦... 你覺得他要摔之前... 沒有...先摔... 摔到牆地上... 然後... 再壓一次... 然後地板就破裂... 然後那個... 那血就扣... 這樣我覺得... 滿奇怪的... 好... 這一個就是我們... 快達5... 快達5... 第13位... 參戰角色... 那... 距離快達5... 所公布的說... 他總共會有... 16位... 參戰角色... 所以只剩下3位... 老張是13位是不是... 對... 那第14位... 那第14位... 是不小心噴出來的... 第14個就是... 昨天不小心... 在法米通... 對啊... 就噴出來... 我們有... 有圖片嗎... 沒有嗎... 沒關係啦... 那個... 因為... 我覺得留一點... 職業道德啦... 雖然說... 沒有關係啦... 因為大家去看那個... 小巷的FB也會有... 那就是... 第14位角色...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Lora... 那個女角嗎... 對... Lora... 很蠻好看的... 就是巴西的角色... 巴西柔素... 然後也是黑黑的... 然後穿著綠色的衣服... 對... 他現在全部都出那個... 就是... 身材很火辣的那種... 對... 你就連... 春麗的胸部都變大了... 以前沒有這樣子喔... 每個女角都是這樣... 這一代的女角真的... 因為我不太玩女角... 但這一代的女角很多都是吸引我... 喔...我懂... 我覺得... 你懂... 你懂什麼... 你懂什麼... 你跟我說一下... 我懂...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第14個參賽角色... 那所以... 基本上... 這一個新角的... 情報一曝光... 那就只剩下... 一個... 傳統角色... 跟一個... 魔王角色... 魔...為什麼是魔王角色... 因為... 你五代總是要有一個魔王啊... 理論上... 是合理的啦... 喔... 這也是人家猜測說... 會有一個新角色... 剩下那個新角色... 也有可能魔王角色... 不可以選啊... 暫時不可以選... 暫時不可以選... 就還是貝卡啊... 我覺得不太可能... 不是...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也覺得魔王不是貝卡... 你還要尊重人家... 如果珊珊... 珊珊不是貝卡... 四代不是貝卡... 貝卡... 也是當了不只一代的魔王啊... 就二代他當了那麼久... 二代... 二X跟Zero... Zero... Zero系列他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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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系列他也是... 好啦... 我就覺得... 反正... 他應該會... 在... 明年二月上市之前... 全部公布啦... 這個是可以... 這是一定可以預見的啦... 我只是覺得比較尷尬... 覺得不是布蘭卡... 就是巴西公布... 覺得不是布蘭卡... 因為我們小野其實也... 人已經在巴西了... 他就是想要在... 巴西的那個... 他們很大的一個動漫展... 公布這個... 第14位角色... 結果現在... 人在巴西然後... 被日本人捅一刀啊... 他就... 推特就很... 很火... 他推特就很火... 他就說... 不要擋我的路... 我要繼續我的那個... 巴西的那個... 展覽... 我要繼續... 努力做我的工作... 然後他第一句話就是說... 那個... 有人從背後捅他一刀... 真的... 他用英文寫... 他每一年... 不是... 我記得每一年都一定有人出包... 就卡普空每一年都會有... 那你覺得是不是有可能是故意的... 我覺得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會有人出包... 而且出這個包都不是小事喔... 你不要看一下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都有的要... 搞不好下規道歉耶... 搞不好有人都要被犯了喔... 到日本... 以日本保密... 以日本保密的規矩的話... 這個是... 跟保密協議喔... 這很嚴重啦... 對啊... 這很嚴重... 對... 好... 我是希望不要看到哪天... 那個論壇公布說... 卡普公公的禮子這樣子... 好... 我們還有... 時間應該還夠... 我們還有準備就是... 上禮拜... 柯威特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個... KO Fighting Game Festival Top 5...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柯威特的白金賽斯... 喔... Top 5... 你有看嗎... 其實我看一下... 我有看... 但是我沒有全部看... 這個... 這場我記得是不是... 柯威特最強的... 這個柯威特... 柯威特... 柯威特之前... 你也有去打過兜局... 對啊... 我在東京... 我在東京... 我在東京有遇過他們... 兩三次... 他們是... 他們是... 兩兄弟好像... 對... 柯威特的人都長很像... 說黑黑的... 他最強的... 最後一個是... Sakura... 另外一個是... 對... 就他們兩個人最強... 一柯威特來講... 嗯... 但是中東的話... 還有一個很強的就是... 就是那個... Latif... 這些... 中東... 三強... 這是... 六探最喜歡的... 選手... 使用... Latif好像是... 阿拉伯人... 對... 他之前... 是因為他在美國念書... 對... 他回阿拉伯啦... 他常常去日本... 去練... 去休息... 因為他有親戚... 住在日本... 好... 我們看到阿拉伯人... 贏了... 打到輸了... 這真的是贏了... 打到輸了... 對... 他原本贏了... 打到輸了... 對... 好啦... Ryan Hart... 對... 吉祥寺喔... 對... 吉祥寺... 這次日本人... 也是大軍出動啦... 那個... 吉祥寺... 然後... 達西歐... 智... 智... 我們的... TGS... 新科冠軍... 到科維特... 打死科維特的... 你知道還有人... 在我粉絲頁上面... 問我說... 你請問你對... 就是... TGS冠軍... 然後... 被... 科維特打死... 有什麼... 有什麼... 我覺得... 我只回答說... 賽斯不就是這種角色... 對... 就是... 就是... 賽斯不就是這種角色... 對啊... 你剛剛... 你前一個... 大會拿冠軍... 你下一個大會... 初步... 搞不好你們初步... 對啊... 也是有可能的... 對啊... 好... 我們現在可以... 聽到... 背景音突然變成了... 日文... 阿魯主播... 因為他也有去... 科維特戰... 好... 這個應該是... 冠軍賽... 閒隊... 浮斗... 挖挖挖... 這邊浮斗... 做了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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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是不是出了跟... X獵活... 對啊... 我就不懂... 他在想什麼... 師兄... 師兄... 而且他前面是... 好像先... 2比0吧... 然後被賢抓3比0回來... 對... 然後賢是在... 敗部倒打... 對... 敗部倒打... 對... 賢在敗部倒打的時候... 我記得印象深刻... 我看第一場... 就是... 浮斗在... 他選賽斯... 誰選賽斯... 富多選賽斯... 我想說... 他有一手就會出來... 忙被屌打... 你知道為什麼他選賽斯嗎... 你知道為什麼他選賽斯嗎... 因為... 他... 他都是先選Blind Pick... 然後... 賢... 前一次打贏他的時候... 是用Alena... 他要選賽斯打Alena... 對... 然後賢就沒有想... 就是要... 就是要掉他一下... 對... 所以可以想見... 如果下次打富多的時候... 他應該就會選... 他就會選那個... 賽斯跟我打... 他選賽斯... 我看一下真的是... 他選賽斯... 你應該可以開心一下... 真的嗎... 真的... 我覺得... 沒有壓力... 對不對... 隨便練練的... 當然是不可能... 就這樣... 就贏... 好... 那我們呢... 還有時間...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個就是... 在國外... 國內外... 應該都算蠻有名的... 一個... 彩虹小馬... 彩虹小馬... 錄了格鬥遊戲...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從小馬有格鬥遊戲... 欸... 真的是無焉... 所以我也是... 無意見看到新聞... 欸...打機感好像還不賴... 還不賴喔... 還不賴喔... 還會彈牆... 這個... 這個還會彈牆... 做得有某有樣的喔... 欸...做得零有某有樣的... 對... 這音樂... 還有設置道具... 這音樂蠻有趣的喔... 對啊... 我記得還有資源公司... 可是為什麼只有兩個角色... 對啊... 沒有...因為... 才剛開始在做... 才剛開始在做... 他是CodeFound的... 所以現在還是集資啊... 對... 他要集資... 因為... 他們原本有做同仁格鬥... 就是利用Mugen嘛... 就我們都知道的那個... 隱晴在做... 這個遊戲... 但是... 做到... 因為太紅了... 被官方收回版權... 然後... 收回了之後... 也沒有說要做... 然後就被... 粉絲罵了好一陣子... 然後現在把這個消息放出來... 就說... 欸...沒有... 我們有在做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 就說... 現在都喜歡這樣子搞啦... 就是... 那個... 因為小廠商... 欸... 可是彩虹小馬在國外很紅耶... 超紅的啊... 超紅的啊... 其實國內也有一小部分的支持者... 對... 非常紅... 而且... 從小的到大的都有... 支持者喔... 前一陣子...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尋最近很紅... 那個叫什麼... 十大真相... 在YouTube上面... 很紅的影片... 他有一個在專門介紹彩虹小馬說... 他的觀眾80%是男性... 嗯... 他原本是一個女性像動畫... 他原本是給... 那種美國小女生看的東西...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類似飛天小女警那種風格... 然後之後又延伸出很多... 對... 同人座這樣子... 然後結果變成... 不知道為什麼... 80%是男生... 對啊... 為什麼... 無法理解... 我也無法理解... 這個就跟假面騎士... 原本是給... 小男孩看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女生... 女生... 對... 假面騎士很多女生看嗎... 對啊... 女性族群比小孩還要多耶... 真的... 而且... 說也奇怪... 那個特色那些... 那個頭盔一拿下來裡面都是帥哥... 對...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啦... 找中年大叔來演嗎... 不是啦... 你總是... 因為你... 你哪知道是誰... 你找一個帥哥... 還是有啦... 有用啊... 要不然拖著面具... 那就不要拍頭面具演的時候啊... 演戲30分鐘... 有20分鐘拖著面具演的... 然後剩下最後10分鐘變身... 這樣子... 還是有可能... 對啦... 這倒我是沒想到... 好...那我們... 應該還有時間... 我們... 第四個影片就... 跳過... 我們直接看第五個影片... 導播可以嗎... 我們直接看最後一個影片... 這個是... 大家先看啦... 看完再解釋... 這個是達西偶嗎... 不是啦... 這兩個都是一般的玩家... 對... 這是他們在比賽之前... 要先交換個名片... 對... 對...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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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是... 前陣子日本... 那個... 辦了企業對抗賽... 對... 在NICO上面... 升放送... 然後算辦第一屆... 那... 有什麼企業呢... 除了我們熟知的Square Enix... Cupcom... 這些電玩產業之外... 還有一些傳統產業... 還有一些傳統產業... 像剛剛看到的那個什麼... 右邊那個什麼... XX鋼鐵之類的... 對... 然後... 他們就是... 小組對抗... 然後三打三這樣子... 辦一個比賽... 然後... 說... 那天的比賽的... 那個... 收視率非常好... 然後... NICO NICO... 他不是... 播完了之後... 他都會出現好幾個方格... 問你說... 問卷調查... 說... 獲得好評的那個... 那個... 概率是百分之九十幾... 喔... 那就相當高... 你在做升放送... 很少有這麼好的成績... 通常... 超過百分之八十... 就已經很不賴了... 那個人很好笑啊... 就是比... 他們的Slogan叫做... 呃... 去尋找比... 畢色... 更強的... 貴色... 哈哈... 因為這是... 這是在模仿快打旋風4... 當初上市的時候... Slogan... 就是要... 我要去找... 比我更強的人... 對... 所以要去尋找... 比... 畢色更強的... 貴色... 對... 然後... 最後我記得拿冠軍的... 不是... 不是卡普空... 不是啊... 可是卡普空... 沒有派最強的人出來... 這倒是... 這倒是...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你口上面找啦... 那我們... 第一part... 差不多到這邊啦... 那我們... 因為今天... 算是... 小象回來了... 那... 其實小象離開之後... 我們才開始做... 第一次的那個... 角色教學的單元... 那所以... 小象可能還不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以後... 第二part... 都是... 專門在做... 角色教學... 那我們在... 禮拜三的時候... 都會在我們粉絲團... 辦一個... 投票... 那投票就是... 這三個角色選一個... 讓大家去選說... 你想要看哪一個角色... 那我們... 看了投票結果... 然後來決定說... 這禮拜的內容... 對... 沒錯... 那... 這禮拜我就排了... 阿東、肯跟春麗... 好... 阿東就拿到第一名... 剛好你回來... 然後就安排了... 第二part...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我們第二part... 讓... 世界冠軍啊... 雖然說... 今年是拿亞軍... 哈哈... 讓世界冠軍來... 教你怎麼玩阿東啦... 我們休息五分鐘... 馬上回來...